怎麼吃才是可以的 有絕招是不是 其實我這個有絕招的 因為看起來好像都是一般般 就是比如說像 都是有澱粉 有蔬菜 有肉 但是這個食譜是給什麼樣 給比如說 你減重的時候 減到一個停止期的時候 然後你會下不去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樣 我們會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把蛋白質提高 那一般人不知道 什麼叫把蛋白質提高 你只要記得一個原則就是 早餐 午餐跟晚餐的部分 你每一個就是正三餐的部分 都要有兩份的肉類 就是說比如說像早餐的部分 我們就幫你設計 豆漿跟蛋就是兩份的肉類 你說這樣可以再瘦 對 可以在停止期的時候 它就可以再往下掉 然後另外你看午餐的部分 一樣就是有雞肉跟蛋這個部分 就是有兩份的肉類 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你也可以把它換成海鮮之類的 就是你有兩份的肉類 然後晚餐的部分呢 我雖然幫你設計的就是 有那個咖哩的就雞肉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這邊點心的部分有設一個豆花 還可以看點心 對 點心的部分 而且還有薑汁都 對 你看跟減重飲食不太一樣 減重飲食的點心幾乎都是水果 但是它的點心卻是豆花 豆花就是我們在講的就是蛋白質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它可以吃點心 所以就是把每一餐的蛋白質 都把它設成兩份 平均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每一餐你的豆魚肉蛋的部分 就是吃一碗的量 差不多 然後呢還有一個特別就是 我的蔬菜不是隨便亂選的喔 不是說你想吃什麼蔬菜有什麼蔬菜 我會選的是含蛋白質比較高的蔬菜 所以你可以記得 比如說像菇類裡面這三種菇 柳松菇 羊菇 草菇 還有一個香菇 就這四種菇是蛋白質比較高的 然後另外菜裡面像青江菜 還有你可以替換 比如說像那個地瓜葉 然後紅餡菜 或是黃公菜 紅鳳菜 這個都是屬於蔬菜裡面有蛋白質的 比較多一點點的 對 所以其實你在吃蔬菜 但是還是有補充到一點點蛋白質 然後飲料是白開水跟綠茶 對 然後還有 妳放綠茶 我有放很多的辛香料 其實辛香料可以稍微 在減重的過程裡面 可以稍微提高一點代謝 你大概可以維持個一兩個小時 所以你這兩個小時 其實你可以吃完之後休息一下 可以去運動 那這樣可以吃多久啊 這個菜單 其實這個菜單的話 我們通常因為它是一個 突破的點嘛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有在掉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改變菜單 就是你的體重 比如說你一直卡在55 那你有稍微掉到53的時候 那就可以稍微再換 再換裡面的內容這樣 OK 所以這個很像 跟我們的觀念就完全不一樣 對啊 卡住卡住 我們就更不要吃 不對了 就是吃兩分肉 對不對 很快 更要吃一些東西 吃對你就瘦得更容易 但是運動不能不做啊 運動才是讓我們真的 調節我們的體能 身體代謝正常化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這個KIMIKO老師 要來教我們一個是5分鐘 我們來增加我們這個 減肥卡關的代謝率 把它突破 好 好 一樣這個動作呢 第一件事情啊 在家裡找一管 瑜伽墊把它捲成管狀 然後用你的大拇指 兩隻腳的大拇指 夾至瑜伽墊的兩端 確定兩隻腳是平行腳 然後有沒有發現現在 你的臀部跟大腿內側 就有被往上夾上來的感覺 有 好了 下盤穩了之後呢 還是要我們的小毛巾 輕輕地夾在你的下巴下 這個動作我們左邊跟右邊各六次 然後準備的時候把你的雙手往前平舉 十肢醒扣 大拇指往前 幫自己按一個讚 保持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啊 注意囉 吐氣的時候讓你的雙手 拳頭來找膝蓋頭 好 吐氣的時候 注意囉 你的手腕還是要往前壓 幫自己按一個讚 然後吸氣的時候再回來中間 拳頭朝正前方的位置 聽住 有沒有發現你往下跟往上的時候 你的肚子跟臀部下巴 還有下部部同時都有用力的感覺 有 好 生氣可惜我們要換右邊了 好 來預備 吐氣的時候往右邊下 下巴夾著毛巾走下 很慢的速度注意囉 速度要慢 然後吸氣的時候再回來中間 吸氣 對 然後可以發出聲音聲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啊 我都會請大家注意囉 找一首歌 然後這六四 左邊六四 右邊六四 平均分散在這一首歌 而且一定要慢歌 但是一首歌的時間做完 所以每一次往左邊就說 哎呦喂啊 然後慢慢的去找膝蓋頭 好 跟我一起說 哎呦喂 然後往上說我的媽呀 來預備 往上說 我的媽呀 非常好 不要 比較好 這邊都撥不來了 真心一口氣 然後再往右邊預備 慢慢的往下 我來看姿勢喔 走 往下說 然後往上說 我的媽呀 好 好 現在休息一下 我們已經做了兩次 然後我要先問小喬 妳的背會不會痛 不會 可是會有被拉到的感覺 對 有沒有被往上下 又不停拉開的感覺 有 可是為什麼背的感覺 會比妳剛剛講的那個 腹部跟臀部來的 因為它就代表 哪裡實力多 就代表妳那裡相對的比較沒力 所以它現在會比較有作用力 所以我也要問立菲 是不是妳的膝蓋會 妳的膝蓋會痛嗎 這邊會微微的痛 右邊 右邊啊 對 右邊 所以當它在做的時候 像我在講一位是 下背跟妳的膝關節 常常會有問題的人 都會不想要運動 所以為什麼要妳夾於夾電 所以夾的時候啊 請她再做一次 我來解釋為什麼立菲會膝蓋痛 有沒有發現她的左腳沒有伸直了 所以我會把她的重心呼回來 所以請妳找一面鏡子面向正前面 不管向右邊向左邊的時候 妳的兩隻腳還是要呈現 等腰三角形的位置 所以這個動作呢 就會讓妳的膝關節的負擔不會那麼大 下背部的負擔也沒有那麼痛 妳就可以很放鬆的做完 左邊跟右邊各六次 一天各六次喔 一首歌的時間 對 就會讓妳的心塵代謝 不會停在那個很可怕的停滯的時間了 好 來 我們最後再來一遍 好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記住喔 預備動作很重要 所以先檢查一下 大拇指夾好 好 夾好 臀部夾緊 知道 肚子內縮 好 先給自己按一個讚 讚 往左邊走說 再用力的回來說 往右邊走 聲音大聲回 好厲害 好厲害 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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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大家持字影韓 配合飲食跟這個運動 我們就會達到妳的理想體重了 謝謝KIMIKO老師 謝謝 謝謝 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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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